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27号的财经记转室 我是记者刘宇彦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万通国际头库的魏敏玉分析师来我们节目 老师好 宇彦好 各位头库大家好 好那今天iPhoneX开放预购了 不过iPhoneX的预购量好不好其实是一个关键 那究竟如果说iPhoneX热卖的话 有哪些股票会受惠呢 我想真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这就iPhone就是苹果的一个顶级的手机 就是iPhoneX iPhoneX 就从今天开始做一个预购嘛 然后从下个月11月3号开始做个正式上市 那毕竟我想在这个波段 相关的一些苹概个股 我想是台股能够是供上万点 最大最大的工程 那尤其就是说在最近这段期间 随着这个美国这个苹果股价创高之后的一个修正压回 那压回我想到现阶段落在这个季线的一个下方 那相对就是说台湾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瓶盖个股 其实走势依然是相相奔起 那毕竟到目前为止 这些台股的一些相关一个瓶盖个股 都还是维持一个强势的一个轮动 那所以说我想在这个阶段点 就以一个后续我想这个iPhone X 能不能去做到一档实质上的一个热卖 我想这个是攸关后续 苹果的股价能不能再做到一档实性创高 那当然苹果股价创高 对一些相关一些瓶盖个股 都会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联动 那毕竟我想在这个阶段点 到底这个iPhone X能不能去热卖 尤其说就算热卖之后 到底哪一些瓶盖的一些族群个股 可以去做到上直接的一个受惠 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你可以从三个这个逻辑来做个思考 包括就是说第一个逻辑 就是说你这些相关的一些瓶盖个股 有去吃到这个iPhone X的这个产品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相关一些瓶盖的一个供应链 就是说上游会游与下游 因为毕竟我们就列几下 包括像台积电的一个形态 大概是上游 就是说它毛利率会比较高 这个逻辑就是说上游会优移 像下游像鸿海的一个组装 那第三个逻辑是能不能形成一个叫做转机性 我想这个三个逻辑提供给各个投资者做个参考 那就一个技术形态来讲 我想可以分两个层面 就是针对一些强势的一个不断做个创高这些标的 你可以做到让留意它的压回买点 甚至包括像这段期间 随着一个苹果股价的一个修正 也都有股价做到大五度修正的这些相关的这些供应链标的 它已经拉回一段时间 然后去守住这个重要支撑 这些个股仍可以值得各位来做个留意 那我们就看一下线图 就是说以现阶段这个苹果股价 我想创高之后到目前修正拉回再弹上去 我想到目前都还是在这个季限之下 我想这个实际上它的顶级旗舰的手机iPhone X 能否热卖我想是攸关后续 它的一个股价表现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依据 那再看下一张就是说 像台湾相关的一些 像这个平盖三雄的龙头 就是2330的台积电 我想它是属于一条上游 那上游部分我想到现阶段为止 股价的一个实际上表现都优异 我们再看下一张2317的红海 红海现阶段连月线跌破之后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站上去 那是相关的这类的龙头个股的表现 那我们再看到就是说到底可以来针对 哪一些个股来做锁定 就根据我们刚刚那个三个逻辑 我们先看第一张就是说 这个4943的这个康控 我想这个它是属于叫上游 这个影音元件的一档个股 股价几乎每天都还在做个攀高 那下一张这个3105的吻帽 我想它在进行创高之后压回 压回我们可以留意它的买进点 甚至包括像这个6153的 这个像嘉年一流部分 我想这次自然 平盖一档转积性的一个个股 那后续包括一些已经回撤的 包括像26456这个像GIS 回撤到上完的一个季的一个半年线 我想这个都是首称的一个买点 甚至包括像这个2439的美率 我想一样重新站回这个六条金线 甚至包括像这个6451的信息 已经一年大抵达出打完成 然后后续突破景线 做个回撤景线 都是提供给各位一个很不错的 一个锁定切入买点 好接下来请看一分钟看台股 我想目前这个盘是属于叫高档震荡完之后 再上一个格局 我想到今天还不做改变 那重点说我想在今天盘面上比较 比较大的变化 其实大盘有做到创高到10803点后续 有形成一较爆量的一个压回 那这个爆量压回我想已经有一点点这个出货的迹象 那毕竟我想这个 既然这个盘高档震荡维持不变 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点你都可以特别去留意一些 具有成长性题材这些 强势轮动的一些个股 尤其说针对这些轮动股 你的一个策略面买进的策略 你不要去用一个追价的方式去做买进 尤其说涨多的标定 你不要去碰 相对应就是说 你可以趁这些轮动个股形成叫压回首撑 你来做到一趟切入 那至于就是说相关一些 具有成长题材性的这些个股 我想这些相关的一些轮动标定 各位你都可以直接加入到 魏老师我们的这个LINE AT的这个行列 那变成我们会在每一天的盘中 针对你可以来做到 锁定切入的这种标定 会做一个直接的分享